欢迎来到美厅 笑着低下头的都是聪明人 有人问过曾国藩 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 那么你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 曾国藩毫不迟疑地说 三尺 那人不以为然 我们每个人都五尺高 天与地之间只有三尺 那不是戳破苍穹 曾国藩笑着说 所以凡是高度超过三尺的人 要常立于天地之间 就要懂得低头 的确 人生需要不服输的尽头 但头要昂得起来 更要低得下去 生活中难免会有磕磕碰碰 有人纠结于心 不死不休 而还有些人云淡风轻 笑着低下头 从容生活 1. 笑着低下头 不与愚者计较 曾经看过一个充满禅意的小故事 有位年轻人本事不大 脾气却不小 他看不惯他人的做法 也听不进旁人的建议 还总是喜欢质疑别人的观点 因为经常和他人发生冲突 渐渐的 他觉得生活很枯燥无趣 认为周围的人都是有意和他作对 于是他去请教一位智者 问道 大师 请问快乐的秘诀是什么 智者回答说 不与愚者争对错 年轻人反驳道 不可能吧 哪会有这么简单 我可不觉得 智者笑了笑 说 你是对的 然后微微低下头 眼观鼻 鼻观心 不再搭理那位年轻人 愚者争对错 唯有智者只论朝夕 世间纷纷扰扰 不与愚者争议是长短 对外界的质疑一笑置之 拥有容忍的雅亮和胸襟 自然就活得无忧无虑 记得在《百年孤独》里 读到这样一句话 你如此憎恨那些人 跟他们斗了那么久 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 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 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 有时候 月面红耳赤的争辩 反而越容易陷入泥闹 欲是最有水平的处理方式 不是盲目地抵抗 而是笑着低下头 退让一步 这并不代表认输 反而是一种人生的涵养 因为胸怀远大理想 有着更为宽阔的人生格局 所以根本不会把愚者的挑衅 当一回事 人活一世 草木一秋 有限的时间远比无谓的争执更重要 何必让那些自私势力 毫无修养的愚者来打搅自己的心情 别把时间浪费给不值得的人 二 笑着低下头 不与小事计较 世间百态 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判断 有些事应该细致入微 不糊涂 有些事则应该适当放过 笑着低下头 前段时间 因工作需要 我和老板还有客户一起去吃饭 当时餐馆正在放球赛 老板和客户支持的球队 刚好是比赛对手 看到老板支持的一方连进几球 大比分拉开差距 客户有些不服气 他一会儿说裁判误判 一会儿说对方球员假摔 总之一直没好话 但老板只是笑笑 没说话 吃完饭以后再随便聊了几句 就散场了 后来我问老板 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 老板说 没必要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得罪客户 从那时开始 我就明白 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需要硬碰硬 你若非要分出对错 别人也不会说什么 但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吵得脸红脖子粗 其中浪费掉的和气与情分 却是自己实打实的损失 笑着低下头 是一种事实的选择 是一种聪慧的避让 古人常说 以退为进 意思是说 人生需要有弹性和任性 很多时候 让步实际上是为了更坚定的前进 生活里 没那么多蜘蛛比较 如果事事纠结 终究会被束缚 放不开手脚 劳累了自己 也糟蹋了生活 人生在世 要懂得 有些事情可以适当放手和遗忘 在不涉及底线的问题上学会退让 笑着低下头 三 笑着低下头 不与伴侣计较 其实 在任何一段长久的感情里 都有个愿意低头的人 懂得笑着低下头的 往往是爱得最深的那个 以柔克刚 用四两拨千斤的任性 去化解相处的矛盾 这样的人才会是最终赢家 才能维系住自己的爱情 但可惜的是 有些人并不懂得低头的智慧 认识一个朋友 他和他老公结婚好几年 最近却闹翻天了 一开始 两人只不过是因为琐事 吵了个小架 可是 老公认为 这么些年来 每次都是自己在忍让 太别屈了 这一次 他不想再妥协 朋友呢 以为对方会挽留示弱 就像以前一样 两人都在等待对方低头 又都约好般的决定 自己不首先低头 好好的感情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破裂了 双方陷入了漫长的痛苦期 辛普森一家里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如果你太好胜 永远都不会快乐的 婚姻生活难免繁琐 充满了柴米油盐酱醋茶 平日里有个摩擦 半个嘴很正常 可是这些小矛盾 如果处理不好 就会闹得一地鸡毛 这不是辩论赛 没必要争个高低上下 凡是太认真纠结于对错 就会赢了结果 输了感情 最后 自己也落个不愉快 谁还没个发脾气的时候呢 看对方心气不顺时 忍让一点掉不了肉 反倒等他想清楚后 会感激你的体量和实大体 更加爱你 民间有句非常贴切的谚语 低头是稻碎 昂头是败子 越成熟越饱满的稻碎 头垂得越低 只有那些碎字里 空空如也的败子 才会显得招摇 始终把头抬得老高 稻碎如此 我们的生活 又何尝不是如此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如果可以释怀一些 生活中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 看不惯的人 别在意 笑着不理会 才是最好的反击 得不到的人 别惦记 放手才有最好的回忆 在非原则性的事情面前 低个头 不较劲 不偏执 退让一步 做点不伤筋动骨的妥协 退让之后 也不觉得拧巴 淡然一笑 当事情没发生过 内心依然平和 人生如此美好 何必斤斤计较 那些我们未曾发现的美 更值得我们去欣赏 往后余生 学着做一个坚强而柔软的人 不打紧的是 笑着低一低头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